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嘉炫 欢迎收看8月10号的百隔大世纪 精灵宝可梦自上个星期登陆大马以后 瞬间成了全民运动 陆路交通局执法组主任 威鲁就提醒玩家们 在等红绿灯时也不能使用手机抓精灵 不然也是违法的 威鲁表示 驾驶者使用手机的任何软件 包括了Wiz导航和精灵宝可梦 而分心和影响驾驶者 都是触犯了交通规则 罪成者可被罚款最多1000令吉 或监禁三个月或两者监失 另外值得关注的就是 击打伊斯兰裁决理事会 在开会后决议 禁止穆斯林玩精灵宝可梦 因为理事会认为 此游戏将会破坏宗教纪念 危害个人以及国家安全 并且对国家机密造成威胁 所以该理事会也要求 政府或相关的单位 尽快采取行动 禁止国内玩此游戏 另外跟您预告今晚的百格大家讲 我们邀请了嘉宾 还有一位玩家 跟你一起探讨 你中了Pokemon Go的毒了吗 国中中文组教师 又再次重演2014年 调派乱象的局面 据了解教育部在两天前 公布了最新的师资调派 苏丹伊德利斯教育大学 中文教育系 毕业生共有22人 却有18人被教育部派往了技术学校和全技术中学执教 简单来说 就是教育部把授训成为国民兴和国中的华文教师的毕业生 派往华裔生占极少数的学校 让大部分的毕业生大感失望 教总主席王超群就表示 教总已经接获了相关的讯息 并且已经致函给了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 希望他能够协助处理相关的问题 教总也认为教育部已经不是第一次将华文教师调派到了技术学校 如今又重蹈负责 罔顾国中和国民兴中学华文师资不足的问题 显示教育部并没有诚意解决问题 最后为您跟进有关于政治课题 昨天前副首相慕尤丁正式向社团注册局申请注册新政党 也就是大马土著团结党Bersado 而今天政党的筹委会理事名单也正式出炉 报道指出目前新党的筹委会只有7名理事成员 前首相敦马哈迪毫无意外地担任了主席一职 而总裁和副总裁分别由穆尤丁和穆克里担任 大马支部主席联盟发言人卡玛鲁阿兹曼担任了秘书 而财政者由阿尼娜担任 另外两名理事成员也来头不小 即亚洲最佳辩手塞沙迪 以及乌同元老珊努西的儿子阿克兰沙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祝您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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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掌握